合作可以 但是我要五根金条 你没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 我有 只有我能指认吴奇人 没有我的指认 你们能抓到他吗 那你拿了钱准备去哪儿啊 美国 台湾 还是找一个地方隐姓埋名 过你的下半辈子 你觉得你去得了吗 你连江都都离不开 你信不信 现在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你连这儿都出不去 你信不信 康清风 你是个聪明人 对你来说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你自己掂量掂量 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这一条路 向我们投降 吴奇人意识到出事了 他觉得夜生已经严重威胁到自己的安全 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夜生 邓凯 出什么事了 余主任 昨天敌人电台呢又开始活动了 我呢 把他们的密码也破译了 他们要继续完成上次没有完成的一号计划 就是炸毁江都军火库 好样的 可是我觉得敌人任务 不会就炸毁军火库这么简单 他们肯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我也觉得不会这么简单 可他们要干什么 咱们还不清楚 只能一步一步地调查 对 报告 陈如 进来 陈如啊 你来得正好 看看这个 敌人已经派人来了 并且跟他们的特派员取得了联系 敌人的这个联络员 就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看来这次要有大的动作了 可是 这次的密电码怎么这么简单呢 陈如 也许是你建国的密码太多了 所以你觉得这次比较简单 陈如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来是敌特发了一封电报 我已经破译出来了 您看一下 两分的内容正好对上了 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 于主任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好的 一定要彻底粉碎 敌人的一号行动 而且 要把这个内奸 尽快给我找出来 放心吧 我一定 给你打一个漂亮仗 好 我来到了 那我来到了 那我来到了 乱七分钟 乱七分钟 我来到了 快点儿子 我来到 快点儿子 我来到了 我们是 乱七分钟 我们要来要来 我昨天想了一夜 觉得这件事情 还不是很稳妥 如果叶生骗我 为了把我们引出去 那到时候 我们就是不攻自破 我看叶生不像 他要是真这么做的话 我们也不会平安无事 再说了 他也没必要 兜这么大的圈子 你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先答应叶生 让他尽快回去 把他说的事 像他说的那样落实起来 如果真的会对我们宽大处理的话 我们就自首投降 也算给我们自己留条后路 那这件事情 不能让胡赵军和吴启仁知道 都是我们自己人 没事 走 找叶生去 好 走 叶老爹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同意跟你合作 帮你指认无欺人 但是我相信你 不相信他们呀 这万一我跟你合作 他们今后找我算账怎么办 这不是把我给耍了吗 这个你放心 你只要指认无欺人 就算你立功 对于有立功表现的人 政府一定会拙情从宽处理的 可是 我想要五根金条 你 我说你 我那百十几号人哪 我得先把他们安置好吧 这个我现在不能答应你 我需要请示组织 好吧 我现在就派人送你下山 我等你的消息 郝白 叶生情况最近非常可疑 所以你要密切关注一下 邓科长 你说叶生可能是内奸 我只是这么分析 你想啊 怎么就这么巧啊 在敌人行动之前 叶生就请兵驾了 这不大可能吧 他的为人我们也清楚 也许是巧合呢 特别一般隐藏的 都是非常深的 表面上看似越信任的同志 越有可能是特务 你反特工作做这么多年了 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说得对 你听着啊 你的调查一定要秘密进行 注意 尤其是行政科那边 千万不要跟他们讲 因为他们平时 跟叶生走得非常近 知道了 邓科长 你放心吧 去吧 是 国庆大典的时间一天天接近 我们必须在这几天做好一切准备 只要你们的经费能够准时到 我这儿没有任何问题 我这儿还有点小麻烦 有一个叫叶生的一直盯着我 所以如果不把他审除掉的话 我这儿肯定会有问题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是这么想 让康镇长配合我一下 把这个叶生给除掉 我凭什么配合你啊 现在不是以前了 我也没必要听你的 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分你我 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嘛 我说的是事实 我为什么替他卖命啊 他跟叶生之间的事 他应该自己解决 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 这样吧 我付给你钱 请问吴先生 能付我多少钱呢 二十根金条 你看怎么样 二十根 你说话当真吗 我吴七人说话 从来就没有变过 好 好 我就相信你一次 说说你的计划 怎么配合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没听 这两天你可担心死我了 医生你身体没什么事吧 挺好的 你可千万不能大意 我们医院大夫跟我说了 只要你保持心情愉快 什么病都会好的 我们原来有一个病人 医生说他最多 不会超过三个月 现在不已活得好好的嘛 于晓儿 于主人在吗 我也不太清楚 我爸可能这两天就回来吧 怎么 你找他有事啊 不 没事 您按时吃药了吗 嗯 医生 你想吃什么 你告诉我 我给你做 于晓儿 于主人一回来 你马上通知我 好吧 嗯 好 不 算了算了 回头再说吧 我得回去了 医生 陈主 进来坐 你昨天去哪儿了 找了你一晚上 办公室里没人 家里也没人 昨天晚上啊 鸡茶队正在茶内间呢 所以呢 我忙活了一晚上 茶得怎么样 基本上 已经锁定目标了 但是呢 他近期没有活动 我就等他活动 好抓住证据 把他给揪出来 都锁定目标了 嗯 谁啊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你可别多信啊 我完全是为了 你的安全着想 你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 我一定会让这个人 浮出水面 请进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 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是冬虫夏草 这个是鹿绒切片 这个冲茶盒可好了 我现在给你冲 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这东西对身体可好了 这是我爸的老战友送给他的 反正让他也不吃 我就给你拿来了 来 我给你冲 雨晓儿 这些东西对我是没用的 它都是补品的 治不了我的病 谁说没用的 我这就把它喝了 是多还是少啊 差不多吧 一次就跑这么多吧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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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吧 这还差不多 以后每天都要坚持喝 一定 请进 叶生 于小也在啊 陈叔姐 你们是不是在说话呀 我打扰你们了吧 没有没有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我医院还有事 我先走了 于小 于小 不好意思啊 我 没有 你见到康清风了吗 见到了 他有没有为难你 那倒没有 那他的藏身地点 你有没有确定 我是被他的手下人蒙着眼睛 带到康清风那儿的 我只能判断出个大致的方位 很难搞清楚具体的位置 要是没有具体位置的话 就不能贸然行动了 对了 你是怎么跟他谈的 我明确地表明态度 跟他小也厉害 我告诉他 箭头明是他的唯一出路 我让他出来指认吴希人 不过啊 他顾虑重重 怕这样保不了他的命 这么说 他还是有意愿 想跟咱们合作的 看起来是这样 不过他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要五根金条 五根金条 你同意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怎么可能有资格 跟政府谈条件呢 不过我也没有直接拒绝 我想回来请示下领导 对 这件事情 咱们必须跟于主任汇报 可是我现在不方便找于主任 我怕邓凯会察觉到 否则会前功尽弃的 你担心的有道理啊 邓凯现在 已经开始调查内奸了 调查内奸 于主任明天才能够回江东 我会尽快安排你们俩见面 有些事情 还是你跟他当面讲比较好 好 不过要快 叶生同志 真不容易啊 这趟真是辛苦你了 没事 只身入虎穴 能平安回来 这也是胜利啊 只是很可惜 这次没能彻底说服康清风 那就要多做工作 让他多了解我们党的政策 只要他能帮助我们指正无欺人 帮我们挖出内奸 就是立了大功 人民政府一定会宽大处理的 那 那我割金条的事 只要是我们政策范围内的 我们都会答应 告诉康清风 人民政府 不会和特务进行谈判的 让他认清刑事 可是 可是现在 这是唯一指任无欺人的办法 康清风就提了这么一个条件 叶生同志 我反问你一句 如果我们答应了康清风的条件 可他又出尔反尔 甚至提出更多的要求 我们怎么办 你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但是 我们必须有我们的立场 这次到上海开会 陈老总对长江沿线的反特工作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可他同时又一再强调 对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潜伏的特务 我们一方面 要进行说服 动员 让他们交出武器器暗投明 但同时 要保持军事上的高度戒备 谈判 我们欢迎 但没有把握的谈判 一定要慎重 抗战长这次派我来跟叶生见面 放心吧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一会儿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就行了 他把行动计划都安排好了 知道了去吧 别录破绽 好 喂 叶先生 复兴茶楼二号报警 爹 爹 stepping 似乎 身体 杜 速度 射手 咪 遮 小 袁 永 叶先生来了 请坐 怎么突然约我出来 康战长本来有些着急了 派兄弟前来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 这都说好的事了 有什么可确认的 他是对我不放心 不信任我们 叶先生 不是我们不信任你 我们是担心夜长梦多呀 回去告诉康战峰 我们事先谈好的 谁也不能反悔 我那边到时候 自然会做好准备 好 有叶先生这句话 我回去就好 跟康战长交代了 告辞了 告辞了 你会用这个人的 炉紧 你会用这个人的 这个人的 有什么事 不信任你 我跟康战长 있 好 来 邓科长 怎么样 都派下来了 没想到 夜生果然是内奸 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盯上了吗 已经派人跟上了 好 你现在赶紧回去 把这些照片赶紧都洗出来 好的 派人继续盯着夜生 如果咱们多找出一些 有利的证据的话 咱们就能对他下手了 知道了 邓科长 那我先回去了 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老刘吗 怎么回事啊 今天的事谁也别说 好 康清风的人今天又约我见面了 他们什么态度 他们还是坚持上一次提出来的条件 可是让人奇怪的是 我在跟他们接完头之后 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 被人跟踪 没错 你去见康清风这件事情 还有谁知道 我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 没人知道 是康清风的手下用电话通知的我 接头利点 我怀疑是电话被窃听了 有证据吗 已经验证过了 应该是邓凯所为 我想 既然他现在已经知道我在跟康清风接触了 那我们就不妨让他知道个彻底 让他以为 康清风已经答应了跟我们合作来指认吴七人 我想我们不妨做个局来引他现身 说说你的计划 目前康清风是我们掌握的 唯一能够 能够知道吴七人真实身份的人 所以他的存在对吴七人来说是一个威胁 如果邓凯就是吴七人 那么他下一个要杀的目标应该就是康清风 他既然已经知道我跟康清风的人在联系 可是却还没有动手 我想有可能是因为康清风手底下有人有枪 他还不便下手 也有可能是他在观察 看康清风是否愿意跟我们合作 我想我们不妨将其就计 假装答应康清风 给他五根金条 只要康清风敢收这笔钱 那咱们的目的就答应 没错 如果康清风收了金条 却不跟我们合作 那他将面临我们的围剿 但是如果他跟我们合作 那他将面临吴七人的追杀 所以说他只要收了这些金条 不管他帮不帮我们指认吴七人 按照吴七人一贯的做法 他都要杀康清风灭口 这样的话 到时候谁要杀康清风 谁就是吴七人 没错 所以这五根金条不是交易 而是以胡七人现身的诱饵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答应他的了解 我想上级请示吧 那太好了 这几天呐 我要去趟北京 去汇报工作 我不在江都 你要谨慎行事 你放心吧 好 叶生是不是已经找过你了 让你指认我就是吴奇人 既然你都知道了还来问我 这大半夜的你赶来 就是为了这事啊 我找你呢 是想问问你 你是不是答应我 依你吴先生开出的条件 我能答应他吗 我只是顺口说一下 我希望康镇长好自为之 别到最后咱俩弄得两败俱伤 你放心吧 该怎么做我心里清楚 好 那告辞了 进 我打听了很多人 他们都不告诉我 我问计察科的人 他们也不跟我说 我都快急死了 谢长天 我心里特别不踏实 总觉得要说什么大事 你说 他的目标会是谁 我真想不通他的目的 请 谢谢 吴主任 吴主任 五根金条的事批下来了 太好了 行 我马上过去 吴主任 我想明天就进山 好 那五根金条批下来了 刚才军管会的余主任 给叶生打过电话 让叶生到军管会 办理金条的事情 余主任亲自给叶生打电话 是啊 你说这叶生 找余主任办理金条干什么 你们几个呀 盯紧叶生 看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样 有什么情况 随时向我汇报 好 知道了 邓科长 那我先回去了 去吧 叶生来了 我已经把他带到了 你指定的地方 是吗 难道他那边已经办妥了 看警官应该是 好 我们现在就过去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明白吗 好 叶老弟 让你久等了 金条我也就带过来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叶老弟说话算数啊 这是定计 这是定计 其余的四根 等你指认之后我再付给你 那好说 我还不相信你叶老弟吗 那走吧 你什么时候跟我相神 我得再过一两天 我跟百智浩弟兄 我总得把他们先安置了再说吧 你是不是要反悔呀 叶老弟 我怎么敢呢 我就是跟你反悔 我也不能跟政府耍花样是吧 那你给我个准确的时间 到底什么时候 两天 两天以后 我准时到江都去找你 跟你一起去指的武器人 请吧 好吧 那我就再等你两天 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照片上和叶生说话这个人 叫康清风 他是检保民局江都站站长 真没想到 叶科长竟然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 我们以前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老刘 你先别激动 现在呢 咱们的证据已经确凿了 你回去准备一下 咱们随时出发 我呢 去王主任那儿申请一下 只要王主任同意了 我们可以随时逮捕叶生 好 我知道了 你说康清风 为什么突然推迟了出来指认邓凯的时间 不是说好了只要满足他条件 他就出来指认吗 他这么拖延时间 不会要耍什么诡计吧 要不这样得了 我干脆去山里 把他一锅端了吧 不行 既然他说再等两天 那咱们就再等他两天 看看他到底会做什么 但是万一 他要趁这两天时间 收拾东西走人呢 这样 你安排人手 把出山的几条路都监视起来 如果他要跑的话 咱们也能马上知道消息 对 监视起来 那我回去安排一下 行路一定要秘密 不能让邓凯察觉到 明白 你放心吧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叶生他怎么会是内奸呢 是啊 我也不太相信 这么好的同志 可这些照片 也算是铁站如山了 叶生怎么解释啊 盲准 要不您看这样 咱把叶生先关起来 隔离审查 咱们也许会把事情弄清楚 也许 也许叶生能给咱们解释 但是他是被冤枉了 也行 就先这么办吧 那好 那我去执行了 叶生同志 我们现在怀疑你 跟潜伏在江都的地下特务组织 有联系 请你跟我走一趟 接受我们的调查 你说什么 我跟特务有联系 这不是我说的 根据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 你的确跟潜伏在江都的地下 特务组织有联系 铁证如山 等等 你说你有铁证 你把证据拿来看看 这个就是证据 那你给我个准确的时间 到底什么时候 两天 两天以后 我准时到江都去找你 跟你一起去指任无器人 行吧 康清风为什么突然拖延了 出来指任邓凯的时间 不是说好了只要满足他条件 他就出来指任吧 他这么拖延时间 不会要耍什么诡计吧 叶生 这些人和这个地方 我想你都很熟 不用我跟你解释了吧 带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叶生 你坦白交代吧 你是不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 我是不是特务 你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如果你要老实交代的话 我一定会为你 争取宽大处理 你要我坦白什么呀 我没什么可坦白的 你跟康清风见面 要为他执行什么任务 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说呀 我跟康清风见面 是想让他出来帮我指任内奸 您 你现在就被怀疑是内奸 你让他帮你指任谁呀 那好 请你告诉我 你让他帮你指任谁是内奸 谁是内奸 谁心里明白 为了不打草惊蛇 叶生无法说出事情的真相 他隐瞒了于主任和陈儒知情的事实 好 你就跟我打太极 这种表面上的不配合 使叶生陷入了更加不利的局面中 报告 进 主任 叶科长不可能是内奸 你们不能单单凭邓凯的一面之词 就随便冤枉一个好人呢 放肆 有这样和领导说话的吗 我 我们只是根据证据 对叶生进行必要的调查询问 怎么就说我们冤枉他是内奸呢 其实啊 叶生找康清风 就是为了指任一个 潜伏在我们组织内部多年的一个特务 这个人是谁 这 乡东一定要秘密 不要让邓凯察觉到 明白 你放心吧 这个我不知道 叶生他没告诉我 但是我相信 叶生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凡事要讲究的是根据 不能感情用事 虽然叶生统治这件事 我也很难相信 但是要证明他清白 需要证据 要不然的话 我们只能公事公办 主任 再等两天时间 一定会水落水出的 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证明 叶生和特务有联系 要有新证据的话 就把他人叫过来 报告 好吧 接 王府主任 我还是要了解一下 叶生同志的情况 你们都怎么回事啊 没人说叶生是内奸 但我们总是要调查 是不是 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咱们谁都不好下定论 你们放心 我们不会随便冤枉自己的同志 一定会把事情调查清楚 好吧 都去工作吧 那你忙吧 主任 你再跟我说说 你向余主任申请五根金条 要做什么用 我在问你话呢 说话 做什么用啊 叶生 如果你什么都不说的话 我想帮都帮不了你 这样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行 你一言不方 算你厉害 老刘 到 给他带下去 是 邓科长 这是审讯记录 叶科长 请吧 邓凯果然对叶生下手了 真是没想到 他会用这一招 邓凯做什么事 头不意外 关键是委屈叶生同志了 我看了邓凯他拍的那些照片 以前我在上海拍过电影 对摄影技术多多少少 也是有些了解的 从那些照片上可以看出来 拍摄者跟被拍者之间 距离最多不超过二十米 可这么近的距离 康清风的人居然没有发现 这太奇怪了 要知道康清风的手下 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国民党特务 他们不可能不发现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邓凯跟康清风 很有可能串通仪器 想设计陷害一生 看来我们对邓凯的怀疑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去证明邓凯就是武器人 所以这条线还要继续下去 但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们不知道邓凯手中 拿的那个国民党特务的联络密码 是全部还是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逮捕邓凯 明白 明白 想过去证明 。 思念停留在梦里 冷静心想靠近 却在无奈中离去 思念总是停留在雨季 像泪水里失无所有记忆 我想问你有多少还小时的你会 只为今夜将成为明日上前的别离 告诉我能不能告诉我 离别的日子会不会想起我 告诉我能不能告诉我 是不是像母一样离不开你 告诉我能不能告诉我 离别的日子会不会想起我 告诉我能不能告诉我 是不是像我一样离不开你